晚上好啊 今天是2020年1月8号啊 星期一的晚上21点39分啊 今天这个节目我想做什么 我想跟大家讲什么的 就是刚好看的九岁君啊 就是发布了一个视频 是关于就是 今天发射的那个Uli 火神半人马做火箭 发射前十一分钟到发射升工后的十一分钟 这个21分钟之内啊 狗狗币的价格走势图啊 呃我们看一下啊 就是 呃 从这个图来看啊 从这个图图来看 你看一开始啊 你看这个还有8分钟啊 这个狗币其实是在这稳在这里的啊 稳在0.78 呃 那就说明这个0.078在这里啊 是他之前对这个火箭是含了一点 这个火箭的发射的日期的啊 呃 我觉得是含了一个发射成功的日期 所以它的价格是稳在这里 但你看你看这些火 你看这个狗币你看 当它要发射的时候 这帮人啊 其实很多人就是 你看就往下走了 那么就是说 狗币其实是被很多人是做的 做波段的啊 他在这里 呃 时上时下 就说明有的人还是想赌一下 呃 就他会上涨 啊 所以很多人就买入了啊 他现在啊 还有两分钟 你看那个还有两分钟的时候 这个火箭开始马上发射 你看狗币还是有人拉上 就是有人说 那我买入啊 我看他发射 以后的那个行体啊 带你注意看啊 现在就 还有还有多秒了 找到你一个脸啊 你看马上发射了这个 就马上就下降了 看到没 看到没 所以就很多人就其实不相信 这个火箭 它的那个 呃 有什么对它有什么 对它有什么作用啊 所以就 那一发射的时候 那一分钟之内 他就 就就其实在那里抛啊 你看 他在那抛啊 抛抛 嗯 便宜发射以三分钟 格国币其实是在下降了啊 又在下降 所以说 就是说明什么 就是什么就是 格国币的那个活跃度啊 包括格国币 就大家对它的那个 嗯 就是 火箭拉台的那个 正向关系啊 实际上 是没有的啊 是没有这种正向关系的 你看 你看 其实都是在这里做波段啊 你看 就是做波段啊 来 一旦就没有人拉台以后 那你赶紧跑了啊 你看 赶紧跑了 赶紧跑 赶紧跑啊 所以我 我想说什么 就是 嗯 就是我 想说的这个啊 就是 嗯 鬼泽军 他总 他发出来这个推文 就是 就是这个火箭 这个发射啊 有格国币啊 他那个现货的价格走上 是没有相关性的啊 嗯 那没有啊 这就是事实啊 就是反映出来的事实啊 所以说 其实我是觉得 虽然你内心觉得应该有啊 虽然你内心觉得啊 虽然你内心觉得啊 这个火箭 带比特币上去啊 或者也带了勾币上去 就是 然后呢 它就应该啊 是一个比如说 嗯 热点的一个叙事啊 然后呢 就是 狗币价格会上涨啊 其实实际上我们看来 是没有上涨啊 是 而且是 就在这里做活的啊 发生之前的 有的人他要赌 他就买了一点 但是一旦看 拉不上去啊 这段时间 他就在观察 要是马上跑 所以说 这就是狗币的 现在的 现货的 也有状态啊 就是你 包括马斯克也好 包括 这个火箭也好 包括上月球也好 都拉不中了啊 这个就很尴尬了啊 哎呀 这个狗 一旦那个 真的像我说的那样 就是 马斯克也好 马斯克的火箭也好 别人的火箭也好 这个 去月球也好 这些 一旦这些许识点啊 都不 就 不再是那个 狗币正常的动力以后啊 那真的就是 狗币 他的活跃度 真的尴尬了 别别 尴尬啊 尴尬啊 所以我今天还想说 如果是这样的结果的话 那狗币还会下降 啊 我乐观一点 0.05 又会看到他 0.05 又会回到0.05 那悲观一点的话 有低于0.04啊 所以我 我说那怎么办呢 大家怎么办呢 首先 你肯定要看我的视频啊 因为我会 因为我还有狗币 我个人 我 我在这里我就说 我是比较喜欢购物币的 因为这样年轻人喜欢啊 但现在年轻人 他 现在他也不是那个 啊 就 购物币那个 金融 金融方面的一个 资金的一个主力的 那个 金融的 所以说很尴尬 但是我也很喜欢那方点心 所以我就说 我今天就还在这里想 就是 比特币和购物币啊 它两不都放在那盒子里吗 啊 你说这俩 到底谁先着地啊 啊 假如 假如他们都去月球 谁先着地啊 啊 我个人心里 我是其实支持购物币的 因为我喜欢购物币多一点啊 哪怕今天购物币这个 这个行情还没赶到 而且行情也很拉胯 所以我就今天就想说 想做什么的 啊 就是这个 这个推文说的啊 就我现在发射 马斯克也好 包括拒绝也好 拒绝 拒绝 没什么相关性 这就很尴尬啊 好了 所以怎么办 再说几句了 怎么办 第一 你肯定 对我肯定 要经常看我的视频吗 是不是 肯定要订阅 转发分享了 是不是 第二呢 就是你看我怎么操作的 我会跟你说 我会给你给个建议啊 啊 就怎么操作 是吧 之前我现在是建议 你要做包段啊 你看这个 自己可以做个包段 是吧 第二呢 第三啊 第三就是 长久来看我们要怎么操作 长久来看 那你肯定要留子弹啊 如果你真的很喜欢狗币的话 你也不要做合约嘛 要不要做合约 你就还要留约子弹 每次不要把它全部搞完啊 要做包段 一定要做包段 好 第四呢就是 都是POW啊 我建议你把 如果您转啊 我就建议你不断不断把币啊 就转到比特币哪里去啊 因为啊 在这里啊 其实今天看比特币的价格 其实是往上走的 发火箭的实际是往上走的 那就说明这个火箭 对于狗币是没有什么相关系 没有什么相关系 没有什么相关系 没有什么正相关系啊 但是 呃 被比特币来说 它是有正相关系的 其实它会往上涨 所以 建议你啊 就是 如果你在狗币这里赚了啊 或者是你看不惯 就这波行情狗币现火没有让你赚到啊 就这波迷运带动了行情 那么我就建议你慢慢的你把狗币出掉 然后转到比特币上面去啊 就在比特币有一个暴跌 暴跌个四个点五个点 或者十五个点什么左右 你就把狗币这个钱这个 抛售出来的那个 钱转到狗币哪里去啊 当然 如果你喜欢狗币了 那你就继续坚持呗 那你坚持的话 那你就是记得做不断啊 所以要有子弹啊 然后呢你不要怕卖费啊 其实现在目前有好多币都没有 没有 没有怎么涨的啊 没有怎么涨的 就是跌到一个历史比较很低的位置 虽然说比他之前前几个月那个位置 要要上来四十个点左右 但是还是很低啊 所以不要怕卖费 还有说大腿 币圈的大腿依然是比特币啊 你不要跟我说什么未来啊 什么狗币到未来 什么百币 什么三十美金 一美金 四美金 什么三十美金 很遥远啊 就胡说八道啊 那有可能 过了三十年 人类 不使用货币来说 人类可能需要三体人 这也有可能 所以像这里都是胡扯啊 像我的刚才那样 也是 都是一种 写科幻小说呢 在金融 在金融这个领域 你不要老搞科幻小说 因为你投入了实实在是金钱啊 所以大家 所以 大家 所以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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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 投入了心情的 该做波段的 多波段 要留点子弹啊 然后尽量把钱 慢慢的转到比特币上面来啊 好 今天就是 当然 你如果硬硬要喜欢 对于狗币 一定要 刚才说 做波段 留点东西 然后 不要太遥 不要遥望啊 要懂得实在 第四个要看我的视频啊 然后呢 狗币会有很多死忠的 很死忠粉的 所以我们就赚他们的钱就好了 其实也挺好的 好 好 再见啊